今天下午第七届乔治乔企创新创业论坛 即金融汇乔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厦门举行 此次签约将有助于缓解乔商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进一步推动银行与乔企的产融互通共赢发展 活动现场 厦门市乔商会和厦门国际银行厦门分行双方代表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达成金融支持乔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意向 建立全面高效的对接合作机制 以及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一方面 银行这边需要一些优质的企业 但是我们企业这边也需要个好的银行 这是我们签约的目的 其实也要落实这方面的沟通 帮助我们这些有需求的乔治企业 那么我们自己比较了解哪些乔治企业比较优质 那么有需求 这样的话会可以更快速地解决乔治的轮值问题 根据合作协议 厦门国际银行厦门分行将为厦门市乔商会成员企业 提供50亿元异项受信支持 量身定制乔商一代金融服务方案 像我们是一个零售企业 很多方面都一定要求是做一些固定资产的抵押才能贷款 但今天看了我们国际银行的相关的一些说明以后 我才知道可以一些税收贷 一些信用贷 甚至可以带到150%的这种评估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个给企业带来的资金流方面 现金流方面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处